看乡图长见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吃粽子赛龙粥是我们常见的端午习俗 可是在今天我们要去的满族村里 却是大过节的让十几岁的孩子挨家挨户 去要吃的 要回来以后呢 孩子还得自己动手来坐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赶紧去看看 这怎么大过节的让个孩子去要饭呢 回来还得坐 这还要从鸾平这个地方说起 鸾平是清朝皇帝北巡狩猎 和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的必经之地 康熙帝和乾隆帝都在鸾平的行宫 留宿超过九十次 鸾平的百姓又那都是清朝入关后 从京畿等地迁来的王公大臣和八旗军队的后裔 和我们一起过端午节的这户人家就有点说头 我是满足 老总是庄头 庄头是什么 庄头是一个官 把所有的粮食都收回来 收回来送京城给皇上吃 那这是管皇粮的 是 还有证书呢 这当官的证书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得开开眼 证书 证书 我可以碰是吧 行 学官话的证书 官话当官的才能学呢 哦 我看这光绪二十三年啊 然后热和学堂呢 是 就学了官话就证书 这是当官的 当官 包粽子 插爱蒿 挂纸葫芦 给孩子带香包 一大早 这一家人就为端午忙活起来了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端午节标配 可是这让孩子去别人家要吃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是端午节嘛 我们这有风俗习惯 都要喝这个山茶 这山茶里有什么呀 里边有十多种药材 今天你采十多种 不用 其他别的都被齐了 咱们我们今天必须采的是山茶花 端午前后 山上草药药效最好 随后天气越来越热 当地人喝野山茶 驱除身体里的湿气 而且在当地 这山茶花一定要用新鲜的 大叔那边那是金山岭长城吧 对 金山岭长城吧 真漂亮 好看吧 好看 你这太幸福了 采采路上还能顺便捋个游 看着路边风景 金山岭长城是明朝时爱国将领七纪光主持修建的 作为当时的示范工程 军事设施完备 购签坚实 齐家军大多来自浙江义屋 给雄伟的长城带来了一丝南方的精致 几乎天天上山的大叔已经在上面等着了 哎呀 哎呀 终于 到了 就是这个 一团一团的白花了吧 对 就是这个 这怎么采啊 上树啊 这光爬山不行还得上树 对 我要先从这 哇 小心 小心 虽然大叔经常上山采菜采药 但毕竟六十多岁了 走了这么长的山路还要爬树 编导看着有些担心 行 往下边振 大叔说的山茶花学名叫做流苏 花和嫩叶都可以入茶 由于外观漂亮 有些地方也当作观赏植物 有些有新香味 是啊 这可以直接蒸花茶嘛 这么一捧了够了吧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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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吧 好漂亮 好烫 去清洗一下 哎 不用 哎呀 这我还得从圆道下去 这么容易 好香吧 用这个新鲜的花 对 先用这个新鲜花 可以泡茶 我现在就开始愁这个 嗯 山的路了 采到了山茶花 就可以下山回家了 对 就从这儿滑下来 赶滑不 我好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走吧 刚才走在这儿 回家后 再配上其他中草药 野山茶就可以上锅蒸了 黄芹 柴胡 芥梗 苍菇 再放我们今天采的这个吧 今天咱们 只放这个白花吗 叶不放 放吗 这煮一遍之后 就可以喝了吗 这个不是 得蒸好几遍 哦 咱们出来喝钱 有以前的 我有做好的 我还想说 能喝自己今天 辛辛苦苦采的这个呢 不想 我干 虽然不能喝到 辛辛苦采的花茶 还是要尝尝当地人 端午节 一定要喝的野山茶 有草的那个清香味 还有那药的那药味 这是今天要去要百家饭的家营 上小学四年级 我们跟着他一起去 对这百家饭一探究竟 编导真是满心的疑惑 不但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担心孩子究竟能不能要到饭呢 要多少才够 孩子会不会害羞或是害怕呢 百家饭 大爷能不能给我点米 他碾的不是米 您这是碾的是铁吗 是铁 为什么碾铁啊 晚上楼花用的 楼花是什么 你看过吗 楼花像烟火一样可漂亮了 是吗 那大爷您能给我点米吗 你把我的搞完了 我就给你点米 能碾东吗 试试 试试啊 你自己来碾吧 你爸不让我给你帮忙 看来编导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这百家饭真不是说要就给的 可是让个十几岁的孩子推碾子 还是碾铁 是不是太过分了 可佳莹干得挺来劲的 编导实在看不过去了 得帮帮他 不知道拉了多少圈 就是不见铁碎 这玩笑开得家营和编导都气喘吁吁了 原来大人故意刁难来要摆家饭的孩子 只是逗逗他们 并不会真正难为他们 但一般也不会是孩子开口 一要就马上答应给的 谢谢大爷 您这这锅是什么呀 这锅就不是刚才咱们推的锅吗 碾的就是这个锅呀 碾的锅 然后一点点碾成那么酸 碾的这么快 这不正是吗 用这些材料能抡出烟花一样的效果 我们的编导很好奇 大哥答应给我们现场装一个花筒看看 我不能教你 我得我先让你看着 这就拿这个碳摆瓷式了就行吗 瓷式了 把铁桩放进去 我再装别的东西 装别的 别的还有什么 好多的 那我现在知道有铁 有碳 那大概能有多少样你能说吗 一共是七样 铁是有比例的 这比例也不能说是不是 那您轮这一次用多少个锅呀 我这一次还得十五六二 那您哪来这么多锅呀 我是收的 我骑车子 走过大过梁 吃雪 吃过我 冰车没带 没气 我都退着挑 原来这轮花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传说曾经还给北巡路过这里的皇帝表演过 现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哥这么故弄玄虚 让我们对晚上的表演越来越期待了 要到了米 我们跟着家营前往下一家 小家本 能不能给我们几个鸡蛋呀 行 我的鸡蛋有的是 你说说我的鸡 你要是抓着我的鸡 我就给你鸡蛋吃 就这么大个地方是吗 对 就那么大个地方 你随便抓 你也能跟着帮着忙抓去 只要你抓着 我的鸡蛋我就给你吃 连鸡我也给你吃 鸡也拿走 拿走 好好好 还有这样的好事 这鸡看着也不大 家营和编导信心满满地跑开了 但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看来要用点策略 这次家营准备诱补 可是几只鸡怎么在周围转悠 就是不靠近 看来这主人还真是想考验 来要百家饭的孩子 这鸡连他自己在白天都不容易抓到 但家营并不想放弃 决定要个网再试试 我抓到了 哎呦 这么好了 不想咬了 不行啊抓不住吧 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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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急了 我们脸都很漂亮 抓不住 鸡蛋照样吃 那行谢谢啊 谢谢你阿姨 不愿意 够不 够够够 那行阿姨端午节快乐 那我们下一家了 行 下回再来 虽然没有抓到鸡 但要到了鸡蛋 家营还是挺满足的 看来还真是得一家一家 一样一样的要 这要多少是个头啊 难道这一家人的端午晚餐 就靠着孩子要了 端午节 这里的孩子最忙碌 在忙什么 还受到了大人的故意刁难 他们却越挫越勇 晚餐一定要吃孩子做的菜 本期乡土 走进河北省成德市鸾平县 去看长城脚下的孩子们 忙碌的端午节 这是村里面房子最漂亮的一家 看来孩子还是有经验的呢 阿姨摆家饭 能不能给我点菜 厨房里有 香中啥拿啥去 大爷 我是来要摆家饭的 这些菜能不能给我 这个菜不能给你 这个菜我再做一道行动菜 那个药菜一家伙到园子里 你自己去摘这个可以吗 什么是行动菜呀 是皇帝在这个出行当中 出了那个四季城以后啊 到行动里头啊 就是以各地物产位带来跑 不一定都是山天海位 皇帝他也吃加上菜 清朝皇帝北巡 狩猎一路的玉道上 在鸾平县境内设有八处行动 行动膳食也就应运而生了 以当地的物产为主要食材 融合了满足传统烹饪方法 和地方口味 刚好家营今天也要做菜 看到大厨就想要学学手艺 我这师傅呀 就是做西红菜的 我跟他学呢 师傅跟师傅学的 传承起来的 这不过节了吗 回家给家人做了一道这个 肉片剥的一品 皇帝吃的菜 就要在菜名后加一品二字 简单食材 菠菜和猪肉鸡蛋 就地取材 但讲究荤素搭配 做法虽然不复杂 但讲究细节 这就是行工菜的精脆 有些小细节 我们也可以学一学 首先 这用水焯菠菜 就有讲究 来一点油 这个菠菜都相当的 看绿不绿 真好看 再学一招 以后我煮菠菜可以放点油 任何清菜都会放的 牛菜 菠菜 饭是绿色的吧 对对对 熟了 开过去熟 划肉更是有讲究 划完那肉 再用水 这个 把它焯一下 面倒给它去油 新工菜嘛 这皇帝出行以后 它过去教啊 它是很劳累的 而且爱上补 所以就得吃点清淡口了 不能太腻了 我能不能尝着呀 可以呀 看了半天了 我不能干瞅着呀 拿饭尝一尝 我能不能也借光啊 可以可以 可以呀 这真是吃百家饭了 咱们这街里邻居的 一日行工宴 今日百姓餐 也尝尝咱们过去皇帝 吃的是什么菜 嗯 好吃吧 嗯 好吃啊 嗯 肉特别嫩 而且 就特别清淡 尝到了行工菜 也不能忘了 要菜的正事 你要 要了 油菜 很好 这都来了 来这么多 那你们来的 人这么老多 要是都要的话 可没那么些 咱们不行 咱们玩个游戏 行吗 咱们比不比 谁赢了 这菜就给谁 行吗 行 来来 我发现两个偷懒的 这要的是什么 孩子们还是挺喜欢 这要百家饭的习俗 都玩得挺开心的 不但没有编导一开始 担心的害羞或害怕 还都要出了经验 直到偷懒了 这是足球 不是 这是珍珠球 珍珠球啊 对对 看得像 像比排球似的 对 看得有点像 但不是 这叫珍珠球 我们满足传统的经济游戏 这个游戏可挺难找 现在玩的人越来越少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这游戏挺好玩的 把这东西闹回来了 我也没玩过 咱一块玩去 大家来到村口的空地 主人家耐心的给孩子们 讲珍珠球的规则 其实珍珠球的玩法 有些像篮球 只是球框是队员拿着 可以移动的 再多一个拿拍子 挡球的队员 第三 加油 热身完 规则也懂了 分好组 比赛正式开始 加油队一上来 就很勇猛 迅速拿下一分 必胜队有些着急 一进长船 却被对方拦了下来 场边的观众 越来越多了 这时加油队连续进球 编导有些着急了 这一球一定要挡住 这怎么回事 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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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这怎么这么滑 斜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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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营给编导贴上窗壳贴 队友也来安慰 不能放弃 加油 好像是编导的摔倒 激起了队友的斗志 必胜队连得两分 但也没能扭转战局 最后加油队获胜 玩完游戏 孩子们有的回家 有的继续去要摆家饭了 家营这儿还只要了米 鸡蛋和蔬菜 明显不够吃啊 原来要摆家饭 只要够做一道菜就行 要到什么做什么 不知道家营打算 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她会做吗 一会怎么做就不 还拆鸡蛋呢 不赖呢 挺好啊 快点去整个去吧 这是做什么的 做鱼皮面和了 鱼皮面 哪个是 这是鱼皮 这面是高粱面的 鱼皮 对 就是那个鱼皮 鱼树里边挨着树干那层 不是外边那层 不是那个硬皮 把那扒从那树皮上 树上扒下来 把外面老皮去了 剩里边那层 嗯 切成段 晾干了 磨成面 就成这样了 到时候压真和了 压真和了 就当饭吃 得能做一条粑子 好 我去吧 晚上好多吃点 好 家里大人还是要正常 准备端午晚餐的 让孩子去要摆家饭 只是一个习俗 大人是不会真正指望孩子的 孩子做菜时 大人最好是不要插手 在一旁看着保证孩子安全就好 摆家饭就是 在咱们当地的一个端午节的 一个习俗 然后让孩子上个人家 各家去要摆家饭 然后提高孩子与人沟通的能力 会说话 对会说话 敢说 敢跟别人去说 从别人要东西 你得敢说 然后回来之后 要回东西通过自己做 然后又增加他的动手能力 能够培养他以后 培养他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 从这么点就开始了 对 那你小时候也这样 我小时候也这样 但是不像现在 能要这么多东西 当时那都穷 没有那么多东西 那时候更不好要 对 自己家吃饭成口 再给你 但是都是习俗 每家的孩子 探家的孩子也出来要的 习俗都是一样的 这边阿姨又忙活起另一道菜了 阿姨我们这做什么呢 做菜豆腐 就上午门采菜就要做这个是吧 做菜豆腐和其他豆腐步骤基本一样 就是在卤水前将切好的野菜倒入锅中 搅拌均匀 加了米辛菜 豆腐会更嫩 但不容易成型 点卤一定要更加细心 将叠好的豆腐压一段时间 孩子们已经开始等了 这边开始压和了了 做菜豆腐也放菜 然后这和了也放树皮 是不是过去就穷吃不起粮食带粮食的呀 不是 不是吃不起 这是碗族嘛 这煮上以前又是装头 酱油 这叫另一种方法做做饭嘛 嗯 把割上这些东西之后吃着口感不一样 跟别人家想吃的还吃不上 真的假的 能吃上这个属于讲究的家庭 讲究人 这野菜不到处都是吗 所有的野菜都得去用 那个油大 放肉呢 有的家吃不起 不管大哥说的是真是假 我们还是来尝尝这刚成型的菜豆腐吧 有豆腐 然后有点 野菜 好吃吧 在做几道家常菜 颠岛也加入了这家人的端午晚餐 来先尝尝我姑娘做的 这是你做的啊 尝尝 比去年做的好多了 有点咸 虽然有点咸 但自己做的菜吃着最香 菜豆腐 鱼皮面和了 虽然朴素 也吃得幸福 家营和编导还惦记着轮花 吃完饭就跑到广场去了 天还大亮 广场上已经热闹起来了 大妈们扭起了秧个 这个是什么 挺有意思的 这样的服装再配上这样的动作 还真是滑稽 来你 你已经气软吁吁的了 是热是吗 太热太热 咱这个叫什么呀 叫棉花鬼 棉花鬼 就是因为您这带着这个棉花是吗 对 为什么要敲敲这个我这么热 这是我们当的一个民俗 庆祝风烧 天色渐渐暗了 广场边开始烧炭了 这个就是轮花的架子 将上午我们看到的花筒 放上烧好的炭挂在两侧 轮花人也准备就绪了 当初是怎么想到要这么轮花的呀 这么轮花不是清楚来年逢掉雨晨 无骨风筒的吗 几个人开始旋转中间的把手 带动挂在架子两侧的花筒 利用离心力将烧红的铁水 甩成不同的花形 监视出现闪闪流星 速度越来越快 火花越来越绚丽 周围的人家有股劲 轮花人更卖力了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轮花达到高潮 形成最绚烂的火花 照亮了人们的笑脸 也照亮了端午节 每天看乡图 轻松一下午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师网 农师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茶区浏览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一种相亲仪式上必须用到的吉祥茶 究竟长什么样子 是五颜六色的 然后呢 五颜六色 这不就是绿色吗 什么东西能够传递幸福 下一个新娘就是她 大家又热闹的在抢些什么 一二三 下期乡土和您一起去九江市修水县 看看这场查见证的爱情